馬上要來請教老大這波寒流 到底會冷到什麼時候呢 老大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電腦模擬的情形 這個是明天早上8點的天氣圖 我們可以看到在850mm 也就是離地面1500公尺的零度線 還在北部這一帶 表示它冷空氣的強度 跟今天是類似的 再加上在整個西半部 尤其在中南部天氣是相當晴朗的 所以它會多了一個輻射冷卻的作用 另外就是從這個水氣的情形 也可以看出來明天水氣會轉乾 尤其在西半部 只有東半部會有比較多的水氣 所以偶爾東部偶爾會有一點降雨的情形 所以這一個冷的程度 其實在明天的清晨 要注意可能會有一些地區 這一個溫度會比今天還要低 不過白天基本上有一點陽光 會比今天稍微回升一點 不過這一個寒流的真正的減弱 要到周四的白天 也就是說到周四的清晨 還是有比較低的溫度 周四的白天以後才會有一天一天的氣溫回升的現象 不過因為在西半部轉型了 所以它清晨氣溫還是很低 因此會有日夜溫差比較大的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今天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出來 還是很多的雲層在台灣的上空 其實它的結構跟在昨天到今天的上半天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後面的這些雲層它是比較鬆散 水氣比較少一點 所以雖然看到很多的雲 但是降雨的情形 大部分都集中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到了白天以後 這個雨就逐漸的減少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波 大家就可以了解這些 它雲裡面所含的水氣量的多寡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實際上的降雨就可以了解 在昨天到今天上半天雨很明顯 尤其在中部以北 甚至於在南部也下了一點點雨 相對來講它當然雨比不像中北部的雨那麼明顯 氣溫方面由於雲多又下雨 所以不只清晨的氣溫很低 清晨的話在桃珠苗這一帶 它最低溫甚至於只有五度左右 其他地方也都相當的低 這個十度以下的範圍相當的廣 那白天這個高溫其實也都蠻低的 這裡顯示出來的高溫 有很多都是清晨這個冷空氣還沒到 而產生的這個低溫 那明天的情形 我們從這個定量降雨預報 就可以看出來 由於水氣減少了 只有在東半部偶爾有一點降雨的情形 那西半部基本上都模擬出來 都沒有降雨的狀況 也就是說明天在北部會轉成多雲實情 中南部的話 甚至於是一個晴朗穩定的這個天氣 從這一個未來的這一個傾向局所發布的這個低溫特報 可以看出來它的範圍可以說是包括了全台灣所有的地區 都是在它的低溫特報的範圍要呼籲要繼續的防範 這一個寒害以及要做好保暖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這個特報很可能要到後天 周四的清晨之後才會解除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氣溫的變化 就是在明天以台北市為例 明天清晨的氣溫 可以說跟今天清晨其實是差不多的 甚至於有些地方會更低 那高溫的話 因為雲稍微減少了 那所以白天的高溫稍微回升一點 那真正的這一個回升的話 周四的白天開始 可以看到氣溫會逐日的回升 但是低溫的回升的速度相當的慢 可以看到這個十度的這個狀況 可能要一直到周五都還出現了 周六才稍微回到這一個十一度以上 那下一波就是會有一波微弱的東北風 但是它很弱 所以這個影響 就是只有高溫稍微下降一點 低溫反而是回升的 這個只有在北部 那中南部的話甚至於都沒有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 在明天要注意的就是西側轉乾 但是東半部還有一點零星的降雨 那還有低溫特報 所以要注意保暖 也要做防範寒害的這一個發生 那整個寒流的這一個結束 應該是在周四的白天以後 寒流才會減弱 不過未來的天氣會變成一個 日夜溫差大的一個情形 依照是最新的蹊跡